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脑部君 一座从1948年开始就一直笼罩着阴霾的孤岛 这座孤岛上一片荒芜 老鼠和昆虫肆意流窜 整座小岛弥漫着荒凉与恐怖 有一种世界末日的即逝感 不仅如此 岛上的环境令人毛骨悚然 似乎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 就像是中了血一样 要么神患大病,要么死于非命 而这座神秘的小岛就是沃兹罗日尼亚岛 位于亚洲中部的险海地带 被后人称之为人间地狱 而它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的主角 就在20世纪70年代 一对苏联科学家来到这里进行考察 由于岛上的地形比较复杂 他们很快便迷路了 就在寻找出口的时候 突然遇见一团诡异的浓物 环绕在四周 他们赶紧加快脚步 想尽办法离开这里 然而这一切都为时已晚 队伍中一位年轻的女科学家 开始剧烈地咳嗽 起初她并没有在意 不曾想几天的时间过去了 身体的症状并没有见好 反而发起了高烧 浑身酸痛 四肢无力 皮肤上起了一片又一片的皮疹 出乎意料的是 她竟然被医生诊断为是天花 要知道 在这之前 她曾接种过天花疫苗 那为什么在去过孤岛之后 还会得上这种烈性的传染病呢 难道说 这个地方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连疫苗都无法保护她 免受感染吗 索性她及时接受了治疗 逃过一劫 但命运却是不公平的 与她同行中 还有三人出现了类似的症状 最后却不幸死亡 其中还包括她的弟弟 然而在这座小岛上 一起离奇的传染病 死亡事件并不是一个终点 反而是接二连三发生起来 一年之后 有人发现小岛附近漂浮着 两具失踪渔民的尸体 后来 小岛周边莫名其妙地出现了 大量的死鱼 紧接着岛屿上的羚羊 也突然暴毙 最重要的是 有越来越多的探险者 前往古岛进行探秘 但几乎都是有去无回 有关小岛夺命的传言 也愈演愈烈 人们依然认为 这是一个有着诅咒般的地狱 可谁又能想到 这座古岛的前身 却是有一个 很多人心心向往的人间天堂 几个世纪以来 这座小岛被 世界第四大湖泊 咸海所环绕 拥有品种丰富的鱼类 在石不果腹的年代 岛上的人们却早早过上了 自己自足 富饶的生活 不光是如此 由于地理位置较为独特 在战乱的时候 这里还是一块 相对安全的避风港 为此 苏联还把它作为 战略的大后方 修建水坝 扩大岛屿面积 盖房子建学校 以及满足 岛上人们的娱乐配套设施 可深不知 噩梦一般都是隐藏在美好的背后 其实 早在苏联科学家进入小岛之前 美国中情局 就已经注意到了这座小岛 这是美国中情局 利用航拍拍摄到的照片 小岛上不仅有着 普通的民房和码头 竟然还有专属于军队的营房 阅兵操场 以及射击靶场 除此之外 在几栋废弃的大楼旁边 既然还有在一块露天的实验场 那么这块露天的实验场 究竟是干嘛用的呢 后来美国中情局经过调查 发现了一个 被苏联埋藏已久的军事机密 早在1948年 苏联军队就在这里建立了 秘密的生物武器实验室 他们执行了一个叫做 Arosk-7军事项目 任务就是大规模的研制生物武器 提到生物武器 相信很多人并不陌生 它是性价比极高的战争武器 曾有科学家估算过 如果要造成一平方公里内 高达50%的死亡率 用常规武器的话 需要花费2000美元 核武器的话 需要花费800美元 化学武器需要600美元 而生物武器是最便宜的 仅仅只需要1美元 那么面对这样物美价廉 又具有巨大杀伤力的生物武器 虽然有点惨无人道 但在战争年代 有些国家还是愿意挺而走险的 就比如臭名昭著的日本731部队 当年他们抓走了大批杖的中国人 对其进行了生物武器实验 后来日本战败这些报告 又被苏联偷偷拿走 作为研究借鉴的依据 这座孤岛就是最好的证明 经过美国中庆局调查发现 孤岛上存放着大量碳狙杆军和天花病毒 等各式各样的生物武器 这其中威力最强的莫过于碳狙杆军 它的恐怖程度完全不逊于 埃博拉病毒和软病毒 因为当它接触到皮肤后 就会留下黑碳一般的胶黑色水泡 皮肤周围还会产生肿胀 除了皮肤传染之外 灰狙病还可以通过呼吸道 以及消化系统进入体内 碳狙杆军在生物体内会迅速的繁殖 并释放碳狙毒素最终入侵血管 攻击体细胞导致细胞破裂 造成大面积组织的损伤和内出血 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的话 呼吸道感染的碳狙病致死率高达85% 即便是得不到治疗死亡率 也可达45% 这还不算什么 碳狙杆军 最可怕的是它顽强的生命力 在恶劣的环境中 碳狙杆军会退化成休眠状态的碳狙牙包 撑上几十个年头都是绰绰有余 就算被感染的宿主尸体已经腐化 碳狙包子还能躲在土壤里等待下一次的复活 当然除了传播渠道多样 生存能力强大之外 传播能力超强 也是碳狙可以成为生化武器的重要原因 每一刻碳狙杆军粉末当中 就含有超过一万亿碳狙包子 如果在一座拥有50万人口的城市的上风口处 沿着一条长两公里的线路喷洒 112磅碳狙包子 最终可以导致12.5万人染病 9.5万人死亡 一场小小的实验 就足以让人类见证碳狙武器的厉害 1942年 英国人在一座名叫格鲁伊纳的荒岛上 进行了生物武器实验 让一颗带有碳狙粉末的导弹 在岛屿上空爆炸 仅仅三天之后 岛上的牲畜便开始大规模的死亡 此象极其恐怖 浑身流血 瘫倒在地 虽然实验人员对尸体进行了焚烧和掩埋处理 但在30多年后的1979年 科学家针对岛上的土壤进行采集发现 每克土壤中依然存活着3000到4万5000个碳狙包子 最后 英国只能用近300吨的甲醛杀毒液 洒满了岛上的每寸土地 才算解除了这场生物危机 可就算是这样 这座小岛至今也无人赶进 成为了真正的无人区 然而 沃兹罗日尼亚岛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自从1991年苏联解体后 这里的科研人员便开始大批撤离 留下大量未经妥善处理的生物武器 由于无人管理许多装有生物质迹的容器 发生了或多或少的泄漏 最终 让这座小岛变成了不折不扣的 剧毒孤岛 实际上苏联并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了 震惊世界的探局武器泄漏事件 就出自于苏联的手笔 这起事故也被称为历史上的 生物切尔诺贝利 当时 苏联研制生物武器的基地 还不在这座小岛上 而是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 19号营区 一个挨着陶瓷场的秘密军事基地 由于一次的意外泄露 造成陶瓷场周边约100人死亡 但这只是官方给出的数据 真正遇难的人数可能要多得多 因为克格勃销毁了所有的资料 目的就是为了掩盖苏联严重违反 禁止使用生物武器公约的事 其实苏美两国很早就意识到了 生物武器的可怕 在1969年 双方签署了禁止使用生物武器公约 签约双方都信誓旦旦地宣称 会停止生物武器的研发 然而事实却证明 所谓的条约只不过是一个幌子 苏联依旧秘密地成立了 生物武器研究室 继续研究探局武器 直到1992年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 才公开了这起事件 但让人细思极恐的是 就在19号营区 探局武器泄露事故之后 苏联人并没有舍得 销毁那些他们苦心研究的宝贝 而是将大量的探局包子 混合在了抑制其生长的漂白剂当中 并成批地转移到了沃兹罗日尼亚岛上 随着二战的结束 大家似乎忘记了探局的恐怖 忘记了这座孤岛的存在 直到2001年9月18号那一天的到来 美国各地区的一些政要和公众人物 同时收到了一封可疑的来信 打开信封之后 他们发现信纸上不光有字 还有一些非常细密的浅褐色粉末 很快收到信件的22人感染了探局病 其中5人发病身亡 一开始美国还将矛头指向了俄罗斯 认为这是苏联解体之后留下的病毒 但尴尬的是 经过漫长的彻查之后 美国人发现这些病菌其实来自于 美国马里兰州的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 这就说明30年前苏美两国签约的 禁止使用生物武器公约 对苏联来说是一张废纸 对美国也同样如此 虽然他们名里不敢继续研究 但是背地里依旧在搞 而这次恐怖事件 也让美国再一次意识到了 生物武器的严重性 于是在2002年的春天 美国组织了一个113人的团队 他们全副武装来到了这座小岛上 就是为了清除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碳局危险地 此时的岛上已经是一片死寂 围有老鼠和昆虫这些生命力顽强的生物 还在肆意的流窜 但队员们都知道 这些可以流窜的生物 势必是碳局最好的宿主 曾经的实验室只剩下断壁 曾经用来饲养仓鼠和兔子的数百个笼子 散落在地上 从实验室遗迹里那些融化的试管和培养敏就能看出 苏妍人离开的时候放了一把大火 想把这一切都毁掉 但仅仅15分钟之后 队员们的防毒面罩过滤器就开始报警了 呼吸器的滤芯已经饱和很快就不能再使用了 可想而知这座小岛上有多么的恐怖 考察队员们决定当天就离开沃兹罗日尼亚岛 在临行前 一名队员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岛上的污染状况比想象中的要好很多 如果能够进行一次彻底的消毒喷洒 也许可以消除这里的危险 希望这座重生之岛上 碳局永不重生 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 清理小队通过了三个月的时间 消灭了100-200吨的碳局军 光费用就花费了近500万美元 可如今这座小岛已经拨开了往日的阴霾 碳局也在这座小岛上彻底消失了 但人们依旧对它充满了畏惧 可能这就是战争带来的后遗症吧 当人类费尽心思制造这些毁灭性武器 针对自己同类的时候 或许最先被毁灭的就是自己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脑补薰 我们下期再见